超級戰艦這部電影你一定看過 你看到電影當中的場景 你可以看到阿利伯克級的導彈巡防艦 這軍艦碰到了外星人的時候 他用了什麼方式呢 發射了標準六型的防空飛彈了 而這飛彈一發射出去 外星人的船艦就馬上被他的飛彈給破壞 但你覺得這只是一個電影當中的場景嗎 實際上來說標準六型防空飛彈 真的試射了 而且畫面壯觀 標準六型防空飛彈裝備在這個 阿雷伯克級的這個神盾級的驅逐艦上面 他是阿雷伯克級的第三艘 我們看到電影的畫面 就是超級戰艦電影裡面 最後發射這個垂直發射型的 這個飛彈發射系統 發射標準六型飛彈 還可以把這個外星人的這個 高先進的裝備武器把它打敗 就是看到這個JUMBO JUMP 這一艘這個阿雷伯克級 第三艘的驅逐艦呢 它的旋號是DDG-53 它是由當時的美國海軍的軍官 約翰·保羅·瓊斯來命名的 它的這個航數呢 可以到30節 就是它時速大概54公里以上 而且你看它滿載的排水量 8000多噸 它的這個發射飛彈的發射系統 它除了有標準飛彈 還有戰斧巡弋飛彈 還有反潛火箭反潛飛彈 它的一個作戰的這個性能非常的強大 那你看到這是電影上的這個超級戰艦的畫面 哇發射一系列的這個飛彈 能夠在最後地球人決戰這個 外星人的軍隊的時候 發揮這個關鍵扭轉的這個一擊 對 就是看到我們這一艘 阿雷伯克級第三艘的這個JUMBO JUMP 那這事實上是電影的畫面 可是你知道嗎 前一陣子大概一兩個禮拜前 美軍也罕見了公開最新的猛造 你看到這個非常漂亮 就有如電影拍攝的畫面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不是特效也不是電影畫面 也不是電影劇造 這是美國五角大廈 軍幫公開的真實的畫面 也就是說飛彈從發射桶裡面 衝出來的瞬間的畫面 它發射4枚標準6型飛彈 還有1枚標準2型的這個防空飛彈 總共5枚標準系列的飛彈 成功擊中來襲的這個模擬的導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美國軍方的心目當中 標準系列的飛彈 尤其由美國的軍火商雷神公司製造 一直是美國海軍的愛用的這個武器 你看它從垂直發射系統裡面 衝出來的時候 你看那個畫面多麼的壯觀 對 你再看那個彈體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彈體的設計 跟著標2標3型的設計來說的話 它有點截然不同了 體積變得更大 而且整個 它幾乎彈體增加了一節這麼長 增加了一節的長度 就是因為增加了一節的長度 它才可以增程 增程是要增加它的射程 所以你看它靠著這個垂直發射系統 我們知道標2標1 在全世界很多的這個國家裡面 都是使用這個作為防空飛彈系統 那個標3在美國海軍 還有包括日本的海軍 也把它拿過來作為一個防空飛彈系統 當然你甚至可以打到 近地這個衛星的這一端 那當然現在 因為有鑑於標2標3 它這個防空飛彈的這個射程 一般都是到140到180公里 畢竟射程有限 像南韓 韓國去年底就制定了一連串 它想要更新裝的裝備系統 它想要在這兩年內 2016年的時候 取得在它的四中大王號的 這個韓國級 韓國版的神盾級軍艦上 裝上這樣一個標準六型的 這個防空飛彈 一方面它們的飛彈數量 自己也不夠 而且它有鑑於 肥韓的飛彈威脅 讓它覺得坐立難安 所以也想要取代 它現有的飛彈 想要用這個標準六型飛彈 可是你不要小看這個標準六型飛彈 我剛剛講 它是從標2的這個飛彈 現在看到畫面上是標2 標2像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也是全世界一些國家裡面 使用標準二型飛彈的其中之一 像我們的既得艦上就有 那在2009年標準二型 它們把它改裝 增加它的一節的彈體 增程之後呢 增加彈體以後 射程就變遠了 它可以把它從射程 140到180公里 一下子增程至少到一兩倍 提到240公里 提到240公里 最大飛行速度到3.5馬赫 也就是說從台北可以打到台南 幾乎可以這樣說 那而且你看 它的飛行速度3.5馬赫 但是它的造價不便宜 一枚就要430萬元美金喔 美金喔 幾乎一枚就要台幣1億2000多萬元 所以買它 可不是那麼輕鬆 而現在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看到說 美飛的這個演習也悄悄在 距離黃岩島的80海底的地方展開 可是你看看 中國我們前陣子不是還講說 它去參加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對 現實生活當中的 不是電影的環太平洋軍演 真實的環太平洋軍演 明明中國解放軍在跟你們多國部隊 23個國家聯合的這個軍演 可是美國你跟菲律賓又出動了 一起來1400多名官兵 在距離黃岩島80海底 這麼近的地方 進行海上聯合戰備訓練演習 你這個黃岩島是中國跟菲律賓一直在爭奪 很敏感的地方 你這個美國不是在處中國 你不是要激怒它嗎 可是你罕見的看到中國大陸並沒有吭聲 有人就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現在中國正在跟這個美國 他們多國在舉行環太平洋軍演 所以隱忍不發 也有人講說 事實上並沒有美飛軍演 在離黃岩島南海黃岩島那麼近 只有80海底那麼近 事實上有一段距離 美國也相對保持它的一個低調 所以可見得中美雙方 在這個敏感的環太平洋軍演舉行的時候 碰到這個美飛在南海舉行 這樣的一個軍演 事實上兩邊還是釜底抽薪之計 就是盡量平行事關 不要互相挑釁對方 免得火上加油 我們注意到 現在環太平洋軍事演習正在進行當中 中國大陸真的被摸頭了嗎 摸頭之後真的變乖了嗎 但我們注意 美國在這個時候公佈了標準六型的防空飛彈 其目的為何 是否也是在恐嚇中國大陸說 你最好乖一點 要不然在兩百多公里外 我就可以把你的每隔機給打下來 可是我們注意 美國現在這個時候一手在握手 另一手在出拳頭 還有一隻拳頭出來了 P-8A P-8A飛到了中國大陸在南海上面的 981轉油品牌附近了 其目的為何呢 我們看這個就是P-8A的圖像 事實上你看到P-8A 你就必須要聯想到 P-8A的下方 絕對有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你是說P-8A會帶著核子動力潛艦 也就是說成為一個3D的作戰方式 對 美國 它P-8A它在走的時候 各位要了解 P-8A的征收距離大概有多大 各位可以想想看 12個台灣這麼大 自空時間至少4個小時 那換句話說 P-8A它穿越了981平台 就說明了一件事實 有華哥你注意那個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那是P-8A 對 但這個地點在哪裡 就是在中葉島附近 你說的就是在那個中國大陸 轉油平台附近 但老美把這架P-8A 放到那附近的目的是做什麼呢 其實老美在所謂的東海掉島危機當中 P-8A已經出現 因為它現在在南北都有部署P-8 P-8一個是部署在日本的琉球 一個是部署在澳洲的達爾文 各位看P-8除了在東海出現 南海出現 印度洋大馬航空的 也是用P-8A進行徵收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未來P-8 它有可能會成為亞洲 我們經常看到的機種 那除了P-8以外 中國大陸空軍也派了叫做什麼 高分4號 各位要知道高分4號 高分4號是從運8衍生而來 它是隸屬於空軍叫做戰場 戰場偵測機 那也就是說是電戰機了 它跟電戰機是不一樣 它在戰場可以偵測到 你P-8還有其他飛機的飛行 還有一個中國大陸密而不宣的一點 我們大概通通不知道 當它高分4號它出現的時候 就證明了可以全衝 叫做空中管制機 那空中管制機是我準備 我打仗的時候 我借用運8這個平台 去指揮其他的戰機 你要攻擊哪裡哪裡哪裡 但有華哥 這不是很吊詭嗎 你想想看 P-8A才剛飛過981的轉遊平台 沒多久我就派了高分4號過來了 那高分4號過來之後呢 其目的 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偵測它的 也就是我要了解你這家P-8A 我要知道你的電戰參數 我要知道你的最新的 反潛的一些電戰係數 所以也就是我要把你的 抵整個摸透嘛 除了抵摸透以外 抵真正摸透的話 就是學什麼EP3南海撞擊事件 不是中國大陸把EP3的 很多電戰機的資料 它就去拿去改裝 用於P-8上面 那現在我們來看 整個的P-8 當它出現的時候 中國大陸它會非常的煩惱 中國大陸它為什麼它會煩惱 第一個P-8過來 P-8在中葉島這個地方 請問上方是什麼 海南島 三亞基地 海軍的潛艦基地 核子動力潛艦 各位要知道 這裡是蘇比克灣 引進維吉尼亞型的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就部署在這裡 那我相信當P-8出來的時候 這個它是跟P-8配合的 然後徵收這一塊距離 徵收這一塊距離 各位看下方那是什麼 永鼠橋赤瓜橋 對 所以當中國大陸要變 要將南海變成一個海空基地的時候 我在這邊部署潛艇 我在澳洲 達爾文港跟加首納 我都部署了P-8的話 各位看一看 你意思說我上下來夾擊你 我上下來夾擊你 除了夾擊你 因為P-8找到潛艦的距離是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P-8它本身的這個 反潛的作戰系統比P-3要強 P-3只不過是它三分之一的性能而已 三分之一的性能 那換句話說 P-8一旦運用的話 它有反潛 它有反艦 它還有能攻擊 它還能進行偵測 所以中國大陸要趕快派出高新嗣豪 就是要來徵收你P-8上面 新興的反潛作業系統了 對 只要 但是我相信它應該偵測不到P-8 如果能夠偵測到P-8的話 那我想對中國大陸的國防武力來講 是一個免費的資訊平台 為什麼講免費資訊平台 只要你打開新人參數 那我收集到的話 未來高分4號 可以引導戰機對付P-8 我們注意到 在南海上面的情勢是非常的詭證的 而美國派出了P-8A 其目的為何呢 當然就是來試探 不過在這個時候 美國另外一隻手還出了一隻拳頭 而且這一隻是個暗拳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美國現在公佈一件事情 說中國大陸有神秘的五樣新武器 這五樣武器對印度來說 會造成嚴重的威脅 你為什麼現在要挑到南方的印度呢 其目的為何呢 當然是希望你們兩個打起來啊 是 立剛我們都知道 印度跟中國大陸之間隔著喜馬拉雅山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採用陸戰的話 不管是中國要越過喜馬拉雅山 去侵占印度北部 或是印度要越過喜馬拉雅山去打西藏 其實都不是 都非常困難 基本上以現代科技恐怕都很難 占到什麼優勢 但是這兩國如果真的要較量的話 那一個就是空戰 另外一個就是海戰 尤其是海戰 因為印度操控了整個印度洋 那個是大陸重要的一個資源流通的地方 因為都是靠那個印度洋在輸送的 所以如果說真的今天中印要鬧翻的話 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那有兩個 一個是雙方的空中 另外一個就在印度洋上 所以你說不是空戰就是海戰 對 那目前呢 就是根據美國媒體的分析 他認為中國大陸目前有五種兵器 當然有些已經完成了 有些還正在開發中 這種兵器如果全部都具備了呢 那會對印度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那這種武器是哪五種呢 包括W-14 這種超高音速的這種載具 武器載具 再來是航母 當然現在中國大陸不只遼您號一艘 其他傳說也在建了 再來二炮的飛彈系統 那東海10系列的巡弋飛彈 然後還有殲-20 那其中呢 最讓人家 就是最讓印度擔憂的應該是這一個 你說這個高空載具嗎 是 這個高空載具目前 只有今年1月9號 也不過才半年前而已 中華大陸已經實驗成功了 什麼 這個實驗成功了 初步的實驗已經成功了 它可以進到大氣層以外 它可以進到 它是用東風21D 然後把它射到高空去 也就是它還可以再重返大氣層 對 可以重返大氣層 然後它回到大氣層的時候 它速度可以達到7倍音速 這麼快喔 所以在這麼快的速度下 目前人類現有了大概所有的防空輪 攔不住 永遠攔不住 對 你這個大概下一個世代科技才可能 那如果中國大陸真的發展成功這個東西 你知道它從新疆 要打到新德里 大概只要10分鐘 什麼 10分鐘就到新德里了 你說我短短的10分鐘 新德里就已經被轟炸了 對 你就被我打到了 而且你大概完全沒有辦法還手 所以這個載具 如果真的被中國大陸實驗成功 那對新德里真的是一大威脅 當然目前這只是初步實驗成功 包括美國自己在實驗這個方面 都遇到很多問題 但也許在未來10年到20年 有希望會成功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航母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遼寧號航母本身會有很多缺點 對 可是最近有消息傳出來 你知道在那個廣東船舶展上面 已經有一個新的航母的模型出來了 那這個航母看起來 根據這樣比例來放大來看的話 它的整個那個排水量 應該比遼寧號還要大 你說動位還更大 遼寧號是六七萬噸左右的一個航母 那如果新的航母造成的話 大概根據估計是8到10萬噸 那也就差不多是迷你自己的航母的動位了 那如果它真的能夠達到這麼大的話 那就不得了 它的那個載機量會大量增加 那直發機的載機量 可能到80到90架 而且如果說傳說中的彈射器 真的能夠上艦的話 那就不得了 它可能可以維持到像相當於 尼米茲的這一個戰鬥群的這樣力量 那如果說中國大陸 真的如日本媒體所猜測 能夠派到兩到三個航母戰鬥群 然後到印度洋去跟印度PK的話 那個就不得了 印度會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 那再來我們講二砲飛彈系統 所以你要知道 西藏是一個居高零下的地方 今天中共只要把他的二砲部隊 部署在西藏 比如說他用他的東風15 東風15是短程彈道飛彈 有600公里 我就直接 你印度北部勒克腦斯啊 這些地方 我就直接居高零下就打你 你意思說我從那個青鋼杖高原發射 我直接翻越了喜馬拉雅山 我直接就擊中到印度去了 那我如果是東風21系列呢 你印度大概大半的國土 全部都在我的籠罩範圍之內 而且你要知道印度是不可能翻彈道飛彈的 因為連美軍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這種實力 所以就說印度在這個時候 他就真的是不堪一擊了 對 然後再來呢 東海石系列 其實東海石包括長箭石 他有一系列的東西 他的射程現在一般估計是 2200到3000公里左右 他有空射型 有陸射型 有海基型 那在這一系列的導彈 如果部署的話 你知道這部署就非常可怕 因為他相當於是解放軍的戰斧 他可以從西藏 我用陸基型直接打你 然後或者是說我用空機型 我用轟6載的打你 或者說我在海上 我從印度洋這邊 我用052D艦載然後打你 等於你整個印度 全部都在我東海石的籠罩範圍之內 也就是說我只要用哪個方向打 你根本都攔不了 因為他是巡弋飛彈 因為巡弋飛彈其實也是非常困難 要攔阻他非常困難 天地飛行的 然後再來殲20 我們大家不要講 殲20他目前世界上少數的隱身 逆中戰鬥機 五代戰機 如果說殲20真的中國大陸能夠 真的做出來的話 那當然你利用殲20 我直接沖到你的領土去 我對你的重要的各種設施 軍事設施 我直接予以致命的打擊 你恐怕也很難防得住 所以如果這五種武器 真的能夠成真 那當然解放軍對印度 當然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印度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也正在跟俄羅斯合作 他也正在跟國外取得各種武器 所以這兩大國之間的PK 我們還有得看 我們可以注意到 現在世界上幾個大國家 現在對於軍事方面 一直在加強其建構 其目的為何 當然就是要鞏固自己的 地義跟主權了 可是我們注意 飛機在降落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起落架 如果沒有起落架 那這個機場 真的要進入緊急狀況了 不過有的飛機在降落的時候 他沒有起落架怎麼辦 他用卡車 他用板凳來降落 怎麼可能 當飛機降落的時候發現起落架故障有問題 這是最危險的這個飛航狀況 你就沒有辦法happy landing 通常這個時候就考驗到這個飛機的這個駕駛員 那現在你看畫面上這樣一架這個 非常巨無霸的這個大客機 他在飛機飛下地面要降落的時候 這個時候發現他的起落架故障了 然後這個時候 說實詞那實話 你看到一輛卡車 突然衝出來 很精準的卡住了這個原來機筆 機頭的這個下方的這個 本來要放下起落架這個機輪的位置 就這麼剛好頂住了他 然後等於取代了他原來飛機機頭 這個機皮下方的這個起落架這個輪子 就等於他這樣一個輔助人 慢慢的協助 這個飛機在跑道上降落以及滑行 這可能嗎 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可能嗎 很逼真對不對 飛機這樣子緩緩飛下來滑住了之後 卡車趕快去接住 頂住飛機頭 然後所有的警車全部衝上來 然後還有當事人 包括這個飛行員卡車的駕駛等等 一連串接受訪問的這個畫面 看起來哇 這是哪一個國家 哪個飛行員這個駕駛員這麼厲害 然後卡車的駕駛技術也是一流的 但是我告訴他 就是因為導演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幾乎混淆 導致很多人都被唬爛過去了 以為這個是真的新聞 事實上這是一個國外的 一個卡車的廣告 賣卡車的廣告 強調那個卡車的性能跟重量 對嘛我就想飛機那麼重 怎麼可能卡車載著動 你剛剛都講了飛機那麼重 而且你看在降落的時候 它那個重力有多重啊 整個直接可以壓在卡車上面嗎 飛機有多重啊 好 再加上飛機在降落的時候 它的飛行速度有多快 就算它降落的時候 它已經減速了 可是當它降落 你看那樣的一個速度 大概估計有時速200公里 我問你卡車能夠飆到200公里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怎麼去接住它 然後又怎麼伴隨著這個滑行呢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個畫面 大家就覺得說 果然拍廣告的方式的確是很驚人 但是你知道嗎 用卡車就算了 如果我告訴大家 要用板凳來安全降落的話 要怎麼降呢 這太扯了嘛 而且這個畫面看起來 我告訴大家 這個以為剛剛跟那個YouTube 看到那個廣告手法的畫面是假的嘛 這也是廣告 這個不是廣告 這個是真的 怎麼可能 這一定是廣告 這個是軍方的 我告訴大家 這是前一陣子才發生的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兩棲攻擊登陸艦的 這個八單號上面 那這個甲板上面呢 你看到這個 那個他們海軍陸戰隊的 這一架AV-8B 海獵鷹二世的這個 他的一個可以垂直起降 也可以短長起降的這個 他的一個戰鬥機攻擊機 你看當時他在降落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這個機頭機比的這個 起落架壞掉了 你說鼻輪故障 對鼻輪故障 那後來塔台就告訴這個架子說 你慢慢降到20公尺 你看到他在降落的時候 還會噔噔噔噔 彈個兩三下 對不對 真的下來 這個是透過 艦上的甲板旁邊的監視器 攝影機全部拍攝到的畫面 這個飛機員真的 他在降落的時候 他自己都嚇出一身冷汗 你看他那個機比 因為當時他在起飛的時候 降落的時候 他回報塔台 他的這個鼻輪有點故障 他沒有辦法正常把起落架放下來 我們知道AV-8B 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專用的攻擊機 英國皇家海軍也愛用這一版 那這一架飛機 雖然可以短長起降 也可以垂直起降 可是當你在降落的時候 你知道嗎 塔台告訴飛行員 這個飛行員叫威廉馬赫尼 威廉馬赫尼說 當時塔台只告訴他 你接近在甲板20公尺地面的高度的時候 你看就差不多 維持這樣的高度 那飛行員他那個叫降落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 靠近基比的正對位置下方 放一個凳子 看起來像一張大的這個板凳凳子 你知道飛行員他要放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是要相當的精準 所以他降落下來的時候 還彈跳個兩三下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如果你是說他放在他的這個 有一段的高 有一定的高度 如果是放在其他的位置 飛行員他看得到 邊邊這個地方是在鼻輪下方 是飛行員他的駕駛艙正下方 但你想想看 飛行員看不到 如果歪了五公分的話 這架飛機可能就摔下去 甚至掉到海裡面去 之前常常發生事故 也都是因為起降的問題 航母上面降落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當這一架AV8B 他降落的時候 完全飛行員看不到的情況之下 力道又非常的大 然後呢 當場 當大家告訴他 靠左一點 靠右一點 對 中間一點 好下來慢慢下來 下來降落 噔噔噔 所以 這樣一個畫面 整個平安降落之後 那個飛行員自己都說 他也沒想到是怎麼辦到的 因為你等於看那個飛行員 威廉馬赫 你降得非常的驚險 他等於把自己的命交給了別人 由這個艦艇上的其他的地面 這個地勤管理人員 來告訴他 指揮他 靠左 靠右 靠中 然後正中降下來 所以你說要這個飛行員 是意高 人膽大也好呢 或者是 他幾乎 嚇出一身冷汗 總之 最後是 Happy ending 這位飛行員 他真的是大難不死 而且你想想看 在航空母艦上面降落 通常都是生死一瞬間 但是說到這生死一瞬間 其實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常常都會有生死一瞬間 但如果你能夠大難不死 那你還真了不得 所以生死一瞬間 不是只有在空中 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陸地的這些 生死一瞬間的瞬間 逃亡的畫面 有一個賽車手 當時他駕著賽車 在賽車道裡頭 結果一個轉彎 他可能求好心切 就在這個彎道的時候 他突然失控 這個畫面 你現在看到的是 他已經失控了 車子已經翻了 然後他在裡頭 因為車子扭曲變形 他逃不出來 結果這時候旁邊那邊 有很多人在救他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左上角 下面那什麼 對 漏油 漏油啦 完了... 還好目前車子 還沒有任何的火苗 所以他還沒有引爆 但是光是看到那個油 加上這個駕駛 他卡在裡頭動彈不得 我告訴你 他已經害怕得要命了 他到時候還會突然 一直跟外面的人講說 拜託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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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回來了 他起火了 完了 這火一來 各位請看 這個車子裡頭 我本身架設的攝影鏡頭 漸漸的 漸漸的 快要拍不到東西 因為他都已經被火苗給蓋住了 很遺憾的 這個駕駛 應該就是葬身在火海裡頭 沒有 命大 我告訴各位 在那濃濃的黑炎的背後 有一個畫面是你看不到的 什麼畫面 這個賽車手 就在那個已經是 生死存亡的交官之際的時候 旁邊 我不是說有人要來救他嗎 車窗終於打破 把他給拖出來了 所以 你說從後面拖出去了 賽車手 你要知道 多少我們這些偉大的賽車手 就是死在賽車場上 他真是老兄命大 第二個我來帶大家看的是一個 很多人喜歡在馬路做馬路英雄 前面你看到左前方有一個車子 他想要超車結果沒想到失控 失控之後打滑 這個時候他車跑去哪了 他怎麼不見了 觀眾朋友幫忙我們一起找一下好不好 車到哪去 找到了 原來慢動作終於知道 他左飄右飄橫移穿越前面那台老爺車之後 竟然幾乎快要逆向的 跑到人行道上 但他沒有撞到人 他停在停車閣裡頭 什麼 這麼神奇 當然這絕對不是他故意要這麼這樣 他要是這樣的話 那絕對剛剛那個賽車手獎盃要頒給他了 他其實是失控 左飄右飄橫移逆向到對面的人行道去了 可是剛好路邊有個停車閣 他老兄車子剛好不偏不倚的插進去了 奉勸各位在馬路上面不要做英雄 因為超車很容易失控 第三個我來大家來看看的是 大家知道行駛在山路當中 這是我們的殲13區 前面有一台藍色的卡車 他瞬間被那崩塌的山坡石頭 樹木給壓倒了 壓倒之後好倒楣 旁邊蓋有懸崖掉下去了 對 一晃兩晃整個車下去了 我跟各位講 後面那個行車行李拍到之後 心裡想 這個貨車司機你真的是 怎麼會在這個地方遇到這樣的意外 不過告訴各位 雖然就只有那0.1秒 把藍色的卡車給淹沒了 而且連這個力道 把他連滾帶爬 把整個車都弄到山崖底下 但後來救難人員來救他之後發現 他只受到了些許的輕傷 可見當時整個貨車滾下山崖 那個翻滾的角度 可能就差那幾度 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 但是他就是命大 最後我要帶大家看看 前面的畫面 大家都已經覺得很驚險是不是 這個就更毛了 怎麼說 俄羅斯這台坦克 隨便都馬幾十頓重對不對 他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做坦克操演 但是他失控了 你有沒有看到 他轉彎的幅度太小了 結果他竟然撵過了一個士兵 這士兵叫做帕維爾 你知道嗎 當時坦克撵過去的之後 你看所有人都衝出來說 你撵到人了啦 可是坦克司機是哪知道啊 那聲音那麼大聲 他一定聽不到的啊 我們常講啊 那個砂石車在轉彎 你不要跟他一起彎 對 因為常常會被捲進去 有沒有 你們這畫面雖然有一點模糊 但是我又講了 那個叫帕維爾的士兵 就這樣莫名其妙 被幾十頓重的坦克給撵過去 那當時呢 撵過去之後呢 坦克的士兵好像知道有撵到東西 所以他又急著想要 你注意畫面 注意畫面要撵到囉 你看 撵到了嘛 你看喔 撞到了有沒有看到 撞到之後呢 他心裡想 車子還抖了一下耶 我告訴各位 他還buck了一下喔 再buck一下 等於是二次輾過了帕維爾 結果這帕維爾當時啊 已經不省人事了 所有上來救他的弟兄們 趕快把他送醫 其實這段畫面播出來 大家看了一定知道說 帕維爾大概應該是活不了 因為他是來回的輾壓 而且幾十頓重是不是 不過 戰車一步都四五十公噸以上 不幸中的大象 他送醫治後的確 全身受到了重傷 尤其內臟被擠壓得很厲害 不過他竟然還是保住他的小命 我只能講 什麼 雖然這種生死儀瞬間 命大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不過 如果根本不要出意外 那才是保命的最佳法則 碰到生死儀瞬間的時候 你要怎麼活下來 這是你要考慮你的這種腦袋的機制了 但是呢 我們注意到現在世界各國在想的 申請什麼呢 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而在四川這個鼠地當中 現在有兩樣東西要手牽手一起申請 一個是三星堆 另外一個叫做金沙 而這兩個地方神奇在哪呢 最重要在金沙這個地點 發現了有上千公斤的象牙 你覺得四川這鼠地裡面 怎麼會有象牙出現呢 這是否代表著這蜀國當中的巫術 也存在於其中呢 是立剛 我們以前常講到三星堆 那三星堆我們大家都知道 它西元前2800年就已經存在了這個文明 那當時這個文明的文化高明的程度 甚至不輸給中原 也就是說它 其實你看西元前2800年 其實相當於我們傳說中的皇帝跟夏朝的時期 所以它表示它完全可以跟中文 互相比美的一個文明 那可是金沙我們就很少提到了 可是金沙其實跟三星堆 是有淵源關係的 你說這兩個地點是有淵源的 因為目前我們出來的 這些考古的文物出來看 他們兩個之間有傳承的關係 但是又有點不大一樣 那現在考古學家研究 可能他們的傳承關係怎麼樣 我剛剛不是說了 三星堆是從西元前2800年就開始嗎 那金沙比較晚 它大概是西元前1250年 這個文化才慢慢開始 然後一直延續到西元前650年 大概延續了600年左右的時間 那它的文化到底是 為什麼會在這邊出現呢 就是那個考古學要猜測 可能的狀況就是 你當時就是在古蜀國 本來以三星堆為一個重要的 一個集戰中心 但後來可能發生了戰爭 或是洪水這些天災 然後造成先民被禍遷移 就遷移到金沙這個地方 另外形成了一個新的文明 然後繼續把文化延續下來 所以等於兩個就會有所關聯性了 對 它有所關聯性 可是又有點不同 因為分隔了幾百年之後 多少會有點不一樣 然後這個金沙 我們為什麼很少提及 跟它發現的碗也有關係 因為它到2001年 才因為一個建築工地 不小心被挖出來 那挖出來 當然它有精氣 玉氣 青銅氣 這些都做得非常漂亮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挖出了人類考古史上第一件 我們挖出了一頓象牙 啊 這麼多啊 對啊 你看 一頓的象牙 而且它象牙不是 像一般象牙挖出來 我們大概都做成一些器材啊 這些東西對不對 它不是 它是保持 你看圓狀 完好的 原始的象牙 對 長長一根一根的象牙 就這樣擺在那邊 但怎麼會在金沙這個地方 挖出來呢 這個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它擺的方式很奇怪 它就這樣擺成一圈一圈 然後擺了總共 上上下下這樣疊著 擺了總共八成 可是這樣就表示是 人類的啊 堆疊起來的 這絕對是人類的 這絕對不是象牙 也不是象牙 遺址啊 這些的 對啊 所以那就很奇怪 你為什麼 第一個你為什麼 要收集這麼多象牙 你又不用 把它擺在這邊 第二個 這些象牙都異常的長 你知道 現在現存的亞洲象 它的象牙的長度 大概是70公分到一公尺左右 你知道這個象牙 象牙多長嗎 多長 目前我們收集到 這超過一頓的象牙裡頭 平均大概都至少一公尺以上 什麼 一公尺 這麼長的象牙 那最長的一根到一米八五 比人還高 這個就詭異了 你比現代的象還要 比現在的亞洲象還要大的這個象牙 表示它的體型 也比現在亞洲象大 那這些象 到底從哪裡來的呢 那當然考古學家就開始做研究 你知道我們同時 在這發現象牙的旁邊 我們就發現這個 這個是烏木 烏木 對 這古代拿來做一些祭祀 或是做一些 這種神壇這些的木頭 那這個木頭呢 好像就擋在這個象牙旁邊 然後它 它擺在這個旁邊 已經被沖刷了很多年 經過很多年的河水沖刷 所以已經有這個 腐蝕掉了 一些腐蝕的痕跡 那考古學家就在想說 那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也就是說 當時那個地方 可能是一個河灘邊 然後古人就在這邊 把這個象牙做一種祭祀的祭品 然後就用這個烏木 把它擋在這邊之後 然後就開始把這個象牙 他們可能做了某一些儀式 然後就把象牙一層一層的埋下去 那因為經過好幾百年的時間嘛 所以才會埋成了八層 然後埋在那邊 那實際上那個附近那整個 就是我們認為可能是祭祢的地方 大概一萬平方公尺 還蠻大的一個地方 可能是古人大規模在那邊舉行 祭祀儀式的東西 那這樣為什麼要用象牙 做這種祭祀的東西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那其實有一些證據可以證明 你看這是在當地發現一個豫章 你看這像什麼樣子 你覺得這個樣子像什麼 這長條的 對啊 其實你看 我這樣倒過來 你看 你看這上面有一個人 人 對 一個人背著 背著一個東西 這一根是什麼 這一根就是象牙嘛 有沒有注意到 你說這一根是象牙 這個是一個人形 對 你看這個弧度 是不是就像一根象牙 下面是尖的 後面是圓的 有 你注意 這個弧形就是這個弧形 對 這就是象牙 所以他們認為 這就是古代的巫師 他就背著這個象牙 去祭祀的 這個譽章就是在形容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周里秋冠 胡卓士也有講 裡頭有提到 就是古人為了要祭這個水神 要去鎮壓水頭的怪獸 常常會把魚木棍跟象牙 做成十字狀 然後放到回頭去 這樣做祭祀 那表示這個是 可能是當時的 時代性的一種淵源 所以他們才會想用這種方式 去祭祀他 那這樣慢慢解說 可能大家就覺得好像 好像有這個理道理 但是問題是 這象牙哪來的 對啊 現在四川哪來的象 不要說四川了 整個中國哪來的象 除了動物園裡頭 你要把這個象牙 送進四川屬地裡面 還不容易 屬到難 屬到難 難於上青天 是啊 那你人都很難走 你大象怎麼走 而且要背著這麼大的象牙 人家進去也不對啊 但是實際上呢 我跟大家講 大家以為中國以前 真的沒有大象嗎 河南大家都知道 河南省 你知道嗎 河南簡稱數叫玉 對 玉前面不是個魚 就是我的意思嘛 旁邊是不是有一個大象的象字 那個代表什麼 對 那個就是一個人牽著象走的意思 你是說以前的中國在以前的時候有象 中國一直都有象 其實中國一直到春秋時代都還有大象 其實在牧野之戰也就是那個五王伐咒的時候 那個時候上面史書上有記載他們有旗戰象的 所以中國自古來一直都有象 而且這個象其實是有分的 有一個特有名稱叫中華象 而且不只有象 還有中華犀 中華犀牛 所以當時在黃河流域 在江南 甚至在四川 其實都有大象 而且這些象的品種可能比 目前我們看到 東南亞這些亞洲象還要更大 對 那只是後來因為人類的 破壞它的棲息地 然後又把它拿來做勞役 甚至宰殺吃它的肉 慢慢讓這些象滅絕掉 所以我們今天看不到這些象 那實際上古代 你可以想像到四川盆地天府之國 裡頭可能有非常多的野生象出沒 可以造成鮮明 拿它來做祭祀的一種工具 原來在金沙這個遺址上面來說 既然有這樣大象的象牙存在 但是在這個遺址裡面 也發出現了許多的石雕 不過這些石雕有點怪異 怪異在哪呢 第一個他們的長相很奇怪 第二個他們的姿勢很詭異 而這些石雕更重要一點 你會注意到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的石雕 都會有穿衣服 為什麼這些石雕 都沒穿衣服呢 社長 我們剛才講說 2001發現所謂這個金沙文明 那金沙文明裡面 其實出土很多很神秘很奇怪的東西 其實這些奇怪的東西 一直到現在 學界還是一樣無解 他沒有辦法去解釋 或者說去說服 說服有我 說服有我 沒有大家 講的都有道理 但講的都有漏洞 也就是說各自解讀 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出來 沒有辦法找一個統一答案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地方太神秘了 究竟這些所謂的古屬人 甚至這個金沙文明 他們認為他是古屬文化的一款 有的人講說他根本不是 他是外來文化 那至於是哪些外來 他可能以前是世界營運中心 有很多外來文化進來 有人講說他根本就是地外文明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當時出土的這12件 12件這個石雕 其實非常清楚 我們看這個石雕 這個石雕 你如果仔細看 看他腿部這邊 這邊那個光線照射的時候 他有那個光影在上面 表示這個石雕 其實當時打磨得相當光滑光亮 那這個石雕 總共出土了12件 那最奇怪 為什麼把它列為金沙文明裡面 最奇怪的一種現象 是當時出土12件裡面 大大小小都有 從17公分到27公分左右 那你如果看 我們先看 他的從型態 一直到他的姿勢 型態 你可以看他臉部的這種雕塑 他臉部雕塑 他本身是沒有 臉部 他本身沒有眉毛 沒有眼睛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剛才在講 這是哪一國人 一般人 一般人也不會說沒有眼睛 沒有鼻子 沒有那個眉毛 很奇怪的那種雕塑 對 第二個你看他的頭髮 他的頭髮 你又想到誰 郭富城 中文頭 中文頭 兩邊 像一本書打開 中文像郭富城一樣 打開了 這種髮型 在古屬文獻裡面 在很多文獻記載 古屬文化 有這樣的髮型嗎 也沒有這種髮型 也沒這種髮型 以前的髮型是打結的 不是像這樣一本書翻開 然後像郭富城一樣 中間中文 中文的那麼整齊 很奇怪 他又不像古屬人 那第三 你看他這種姿勢 我先講講 他當時去出土的時候 如果這邊嘴巴跟耳朵是紅色的 是用朱砂塗得很紅 很鮮艷 怎麼一個石雕是藍人 藍人怎麼會塗紅色的嘴 苦紅 耳朵為什麼要塗紅色 也無解 沒有人知道 這很詭異 對 但這種文化在哪裡有 印第安 印第安的石雕出現的時候 有塗朱砂在那個嘴 他們寄神的時候 有發現這樣的 可是印第安的文明在美洲 對啊 我剛才就是很敏感 印第安在文明 這三千多年前的東西 跟印第安怎麼會有接觸 怎麼會有交流 怎麼會兩邊的文化 同時出現同時性這麼高 很奇怪 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 另外是他的一個姿勢 他的姿勢 你注意看 他是那個貴姿 是貴粒 因為貴粒 我手是放在後面 你看不到 另外這邊你就看得到 這是背面的一個照相 他雙手是綁在背面 他這邊中間這邊有繩子有沒有 有繩子在五花大綁 他是被囚禁了嗎 所以等一下有一些解釋 我先講這個現象 他都綁起來了 綁起來以後 這個十二尊的石像 很奇怪的是 他手指要不把四根 沒有大拇指 要不把七根 要不把九根 可是我們不是五隻石頭嗎 所以一直講說 這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有人就解釋 一個講說戰狐 戰狐才會被這樣綁起來 先不管他剛才為什麼沒有 眉毛沒有眼睛 這種髮型 然後戰狐 戰狐那個綁起來 跪著嘛 那很符合結 手指被鬥掉 這是這種解釋 那有人講說 那鼓鼠文化 是不是以前他們 有一個很精銳的部隊 四處征戰 征戰的時候抓了很多戰狐 那抓戰狐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為什麼要把他雕成石像 沒有意義 那第二個他們說 當然有一種獻耀的心理 這是這種解釋 但這種解釋也是沒有辦法獲得很多認同 第二個說什麼奴隸 祭神用的奴隸 奴隸祭神 然後把他雕成這樣子 所以把他綁起來 怕他跑掉 這是一種千長結識 第三個是剛才跟韓斌講的 他可能本身就是一個大巫師 大巫師為什麼要綁成這樣 為什麼要裸體 12個人都沒有穿衣服 古屬文明包括我們講 三星堆文明 其實以前人 雕石像雕那個銅像 其實有穿衣服 你看三星堆那個銅像 很高的 都有衣服 有穿那個像長袍一樣的衣服 然後穿那個所謂的牛賭褲 但為什麼這個文化 對 有相關性 他十二個完全一樣 一絲不掛 對 所以很難解釋 那後來有人解釋什麼 商湯滅掉夏朝的時候 那個陳湯建商 滅掉夏朝 他當時在文獻記載說 陳湯當時碰到 曾經他主政的時候 碰到五連不下雨 五連一滴雨都沒有 所以他自己綁起來 跪在地上 剛好跟這個一樣 綁起來跪立 跪在地上 以一國之尊 向天起雨 後來天就降大雨 有這樣一個紀錄 那是不是又 但問題那是中原文化 他怎麼又有這樣跪立 所以各方面的解釋都有 但各方面的解釋都不完整 所以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什麼樣的人 他會沒有眉毛 沒有鼻子 會反綁用這種姿勢 不穿衣服 沒有人知道 那就是金沙的一個 很神秘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金沙有一個叫金面具 他出土跟三星堆一樣 他這個金面具跟三星堆不太一樣 是他除了嘴巴很大以外 耳朵穿動以外 你看他的嘴巴 他們說他感覺跟眼睛 像一抹神秘的微笑 這個面積其實不大 寬度才19.55公分 高度大概11公分而已 裡面有穿戴過的痕跡 有人穿戴過的痕跡 所以表示以前有人用過 對 那為什麼要穿戴 這樣一個面具 穿在人的身上 或者是剛才講的銅像 或是石雕的身上 不知道 那做什麼樣我也不知道 那問你這個金面具 他除了神秘微笑以外 他的厚度 最近現在科學家驚訝 他的厚度只有0.02公分 這麼薄啊 以以前的技術 要打到0.02公分 不容易 金箔紙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難 那第三個是 他有一個情況是 這個金沙跟三星都一樣 古俗文化裡面 他沒有文字記載 有這麼高科技的東西出產 高科技的文明 高度的文明出現 他沒有文字記載 他總共只發現了七個符號 各位可以看這七個符號 沒有文字記載的文明 但這七個符號 你看好像有英文 有一個V道過來 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人解釋說像旁邊這個 是不是金字塔 不知道 那上面那個眼睛 是不是埃及的荷魯斯之眼 沒有人知道 他總共只有七個符號 這個文明 說很奇怪 他沒有文字 但有符號 沒有城牆 那剛才說他們好像有軍隊 那為什麼沒有城牆 沒有城牆 那甚至在這個地方 沒有挖到人類的海骨 那這一個哪裡去 沒有人類的海骨 那人到哪去 不知道 所以這個地方充滿神秘 充滿神秘文化的一個地方 包括三星堆 包括金沙 所以很多人現在講說 這個地方其實還有 也在研究的太多太多了 在這四川的這個盆地裡面 居然有這麼多的神秘文化 存在於其中 但是在深深的海洋底下 有一艘鐵達尼號存在那底下 但是鐵達尼號在沉默之前的時候 你的記憶 你的印象當中 只有那電影的畫面 但實際上 泰晤士堡登了一篇文章 這裡面寫到的是什麼 最後沉船之時 船上的二父 娓娓道來 船上感人的故事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